我是1996年飛彈危機 然後我決定離開從小就想要擔任的醫療工作投入政治 二、三十年後的今天 固然中國的威脅依舊 但是我內心對國家的未來是更有信心 我們民主的成就 他們非常肯定台灣面臨中國的威脅 竟然能夠這麼堅定的捍衛民主的制度 特別他們也肯定 過去我們從黑暗專制的時代 有辦法沒有經過留學 和平的方式一步一步走到現在這個位置 各位我們的成績可不是一般 我們固然守護國人的健康 但是必要的時候我們應該站在第一線 守護台灣 讓民主得以延續 我也深知民進黨制不足 光靠民進黨一個政黨 沒有辦法完成這樣的目標 所以我在立委提名的時候 我提出了民主大聯盟這樣的目標 也就是跨黨派 先跟理事長請命一下 我可能用比較多一點的時間 五分可能說沒有完整 說沒有完整 我們大家最敬愛的基層醫療診所協會 林應蘭醫師 創會的石醫師要先稱呼一下 我過去在立法院常常跟石醫師合作 另外總統府佳龍秘書長 衛福部學瑞源部長 另外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聯會 丞相國父理事長 今天代替邱太元理事長出席 還有剛剛去接我 這次已經第三次的周賢章秘書長 另外還有洪多仁醫師 黃正國醫師 還有我們衛福部各位同仁 另外王俊傑理事長 林旺芝理事長 在場各位嘉賓 所有醫界的好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今天再度來到我們基層醫療診所協會 近來還是相同的感情 就是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樣 從這二十幾年 參加過了很多各式各樣的活動 但是每一次回到醫界的活動 我內心都覺得很舒服 真的回到自己的家一樣 感謝林理事長的邀請 另外身為醫界的一份子 我也感到很光榮 這話怎麼講呢 我們就拿我們基層醫療協會來講 我們會員總共有一萬多個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可以說一天二十四小時 在全台灣每一個地方守護國人的健康 特別是在這一次的疫情裡面 三年的期間 我們基層的醫療的這個診所 完全是站在第一線 監護器 我們在學校所學習的專業 還有使命 成功的完成國人教護給我們的任務 這個是 我們應該要引以為榮的 那我也常常講 那也公開講 我對社會也講 然後跟醫界的朋友也講 黃毅四同作戰 戰爭的時候 保家衛國的是國軍 但是疫情來的時候 守護國人的健康是我們醫界 那這一次三年過去 其實我們每一個醫療人員 肩上都值得佩戴一枚勳章 大家說是不是 我們沒有辜負 國人對我們的期許 那我們也對得起 我們曾經在醫學院裡面 我們所做的宣誓 不會艱難 不怕生命危險 我們發揮了我們的醫德 拿出我們的專業 禁止的去完成我們的使命 那這個也無怪乎 剛剛黃毅國理事長所介紹的 各行各業裡面 醫師受到社會信賴的程度 是最高的 八十幾分 要自己摸摸一下好不好 雖然我已經沒有站在 第一線服務民眾 已經有相當久的時間 但是我也叫你們傻瓜 托你們的福氣 我也感到非常非常的光榮 那我是1996年 飛彈危機 然後我決定離開 從小就想要擔任的醫療工作 投入政治 那二三十年後的今天 固然 這個中國的威脅依舊 但是我內心對國家的未來 是更有信心 1996年我從政的時候 是有感於國家的安危 但現在2023年的今天 國家也因為全國人民的努力 我們已經進階到不同的境界 我對我們的國家未來 是充滿信心 那這話怎麼講呢 我來一一跟大家報告 因為我因為我從國大立委到市長 行政院長到副總統 我有很機會 進行外交的工作 不管是我到別的國家 日本 美國 還有為了 讓台灣能夠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做了很多遊說的工作 去到很多歐洲的國家 那又或者是我在國內 接見外國的訪兵 然後每一次跟他們交談 交談的內容 或者是說他們對台灣的肯定 逐年增加 逐年增加 那為什麼呢 第一個是因為我們民主的成就 我們民主的成就 他們非常肯定 台灣面臨中國的威脅 竟然能夠這麼堅定的 捍衛民主的制度 特別他們也肯定 過去 我們從黑暗專制的時代 有辦法 沒有經過留學 和平的方式 一步一步走到現在這個位置 各位 我們的成績可不是一般 根據經濟學人的調查 台灣的民主成績是全世界排前十名 亞洲第一名 另外根據自由之家的調查 我們的自由指數高達94分 輸給日本 太誇張 我們是排第二名 他們對台灣的肯定 跟支持 一以言表 不管是在國內接見他們 或是我們這一次出訪 我這次代表總統出訪 不管過境美國 或是到巴拉圭共和國 跟外國接觸起來 莫不如此 另外我們經濟的成就 也贏得國際社會的肯定 這相當了不起 你看 現在面對未來的世界 數位化 智慧化的時代 又或者或是要因應氣候 變遷 然後要達到2050近零轉型 沒有科技是很難達到的 各項科技 不管是生母的應用 通通都需要半導體 幾十年來的努力 我們的半導體成就 國際社會 莫不豎起大拇指肯定台灣 我們的IC設計 市佔全球 24.3%全球第二名 我們的晶圓製造 或是封裝測試 市佔率是全球 超過50到60% 是排第一名 如果談先進製程 台灣製造了超過90%的晶片 全世界對台灣都這麼肯定 那過去即使面對疫情 我們的經濟很難持續成長 當然這也是因為我們一屆站在第一線 也因為全國民眾共同協助政府 防疫的這個結果 我們2020 2021 2022 我們經濟成長力 我們是亞洲四小龍第一名 三個年份的經濟成長力的加總 我們排全球第一名 我們的平均GDP已經贏過韓國 政國你的數據要更新一下 我們已經贏過韓國了 我們已經贏過韓國了 我們的經濟體 是全世界排第21名 我們的面積才三萬六千平方公里 全世界排第140 人口兩千三百五十萬人 全球排名第五十七 可是我們的經濟體 是第21名 我再講一個數據 有人說民進黨政府執政的好壞 其實民進黨政府 當然要接受社會的批評 但是批評要有根據 我講兩個數字跟大家報告 2021年相較於2016馬前總統最後一年 我們對外貿易額增加百分之七十 經濟體 剛剛洪德仁一直有講 馬前總統交給蔡英文總統的時候 我們是十七兆 國民生產毛額是十七兆 現在是二十二點多兆元 增加了五兆元 這是我們大家共同努力的結果 我們台灣也不是只有半導體產業而已 我們有很多產業 國際社會都很肯定的 我舉幾個例子來講 你看我們Notebook 大家都有在用 全球Notebook80%是台灣的公司製造 修國樂節好嗎 厲害吧 iPhone很拿出來看看 裡面35%的成本是在台灣生產製造 現場有沒有人開Tesla 很客氣嗎 很多人喜歡開Tesla Tesla 70%是裡面的零件或設備 其實是台灣生產製造 這厲不厲害 厲害 有沒有人在打高爾夫球的 有沒有 像我鄭國都有在打 全球 每五個高爾夫球桿的桿頭 有四個是在台灣生產製造 這樣強不強 有沒有人在騎自行車的 有 高階自行車 四三里最大的是台灣 是在台灣 當然我們在場沒有人在開工廠的吧 沒有吧 台灣的工具機出口是全球佔第五位 每六個不鏽鋼螺絲的螺帽 就有一個來自台灣 台灣強不強 台灣強 台灣很強 但是我認為台灣會越來越好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是因為 這世界在變動 這世界在變化 因為沒有變化 我們是一個小的國家 而且我們國家歷史也不久 也只有有變化 固然對台灣是一個挑戰 但是台灣因為小激動 客製化能力強 再加上我們現在具備的本事 我剛剛講的這幾個產業 都是未來世界需要的產業 所以我們台灣的經濟發展 我們只要 剛剛鄭國講的 走正確的路 往前看 繼續走 我們一定會越來越好 大家說對不對 大家說對不對 另外一個更棒的是 台灣已經變成更文明的國家 好爺山 不定 好爺人也不一定跌到別人的堅定 對不對 這個國家要偉大 是要文明 要文明 當然民主自由 重視人權的制度 這是文明非常重要的一種 但是這個國家 已經漸漸往公義的方向走 往公義的方向走 這是才一個了不起的地方 我常常講 你今天講台灣社會哪一個政治領袖很偉大 像過去一樣講 至少有一半的人出來給你吐槽 對吧 但是你如果說 哇陳樹菊女士很偉大 人家一定會說 這很不簡單 這很偉大的 為什麼 因為有愛心 從而偉大 因為我愛心 然後讓人認定他偉大 所以一個國家 要成為國際社會肯定的國家 我們要越走向文明 也就是說這個國家的社會安全制度 越來越健全 你看從民國84年3月開始的健保制度 當然我們都參與其中 我們雖然有一些甘固痰 但是我相信我們很多時候 也因為我們參與其中 對國人的健康做出貢獻 我們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不是嗎 這個也是我們當初 歷盡千辛萬苦 說不定你以來比較簡單 才當上醫生 然後完成這個工作 我這樣坦白講 辛苦固然辛苦 可是看到國人健康 或者是看到病人 因為生病 經過我們的努力 他轉而健康 轉而快樂 我們也很有成就感 是不是這樣子 健保制度 讓過去社會 因病而窮 再因窮而病的情況 消失了 大家說是不是 大家說是不是 民主制度 讓每一個階層的人 經由努力可以流動 健保制度 讓貧苦的人家 不會再因病而更窮 也不會因為窮而更病 這個制度了不起吧 這個制度了不起 另外蔡英文總統任內 又推了 0到6歲國家跟你一起養 這是有史以來 第一個政府 這麼全面的想要 減輕年輕夫婦的負擔 想要一起來照顧這些小孩子 馬前總統一年 花150億 蔡總統在今年 已經花到1100億 在照顧這些小孩子 細節我就不用說了 但是實質上 提供了年輕夫婦 感生 願意生 有能力養兒育女的機會 另外長照2.0 剛剛德仁兄也提到 希望長照3.0 長照3.0也是我的政見 長照2.0在馬前總統時代 一年只花50億 現在一年有650億 馬前總統時代 長照的據點全國700多處 現在有1萬2千多處 有9萬多個長照服務員 在服務需要幫助的人 他們薪水也增加了 以前薪水不到3萬塊錢 現在居家服務員有4萬塊以上 機構式的長照服務員 也有3萬2千塊以上 未來我的責任是 讓0到6歲國家一級養 升級為2.0 長照2.0 升級為長照3.0 我會好好參考 紅德仁醫師的意見 大家說好不好 大家說好不好 另外我最近又提出了一個 就希望政府能夠縮短公私立大學學雜會的差距 公立大學一年的學雜會大概6萬2千塊 私立大概是11萬 相差大概5萬塊 那我在大學的時候也有申請過學貸 所以我當院長的時候 一想要解決這個方面的問題 可是呢 那時候所做的措施固然有做啦 但是並沒有發生根本的這個效果 我做什麼事情呢 我把利息降低 然後把畢業之後開始還 償還本金的連線延長 有4年延長到8年 8年之後才開始還 但是我認為這還不夠 所以我跟蔡總統 跟陳建言院長討論之後 有沒有可能 實質上 補助 私立大學的孩子 來縮短公私立大學的學會的差距 我本來說補助5成 5萬的5成就是2.5萬 但是 陳建言院長認為說 政府應該可以再更增加 所以補助7成3萬5千塊錢 而且他又加碼 不管念公立或念私立 所以只要你家庭比較困難 年收入70萬以下 再給每一個孩子 一年2萬塊 如果年收入是70萬到90萬之間 年收入是這個範圍 不管念公立或私立 政府再給每一個孩子 每年1萬5千塊錢 大家贊成嗎 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認為國家 利用教育培養人才 人才越多 人才越好 這國家自然就會好 個人透過教育 取得專業的知識 提高技能 改善自己的生活 個人的生活好 社會就會好 國家也就會好 大家說對不對 所以 個人 在取得教育的機會的時候 不應該 不應該門檻差距那麼大 當然有些人會說 這個是考試的結果啊 考上公立的當然學會比較低 考上私立的學會會比較高 但是 我們在場 我們算是 考試算還不錯的吧 今天晚上才有辦法坐在這裡 但是我們應該不諱言 考好考壞 不完全是智商啊 也不完全是個人努力以否 其實跟教育的資源 有很大的差別吧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 我們做這樣的一個措施 基本上 我們是不希望了 我們是不希望 因為你住的偏鄉 或是你的設計背景 比較困難 結果在你取得教育 追逐夢想的時候 出現比較大的困難 所以大家想一想喔 我要再強調一下 未來這個社會會變得有多棒 0到22歲 國家都在關心 都在支持 都在照顧 大家說是不是 大家說是不是 最近有一個事情 我有去承諾 什麼事情呢 就是高中生發起的環路愚民 大家知道這個事情嗎 因為在台灣各縣市 交通事故層次不窮 有時候在斑馬縣都出意外 所以我們很感謝主辦單位 一群高中生舉辦一個遊行活動 我有去參加 我做了三項承諾 第一個承諾就是 未來我會落實 行政院日前所提出的 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 就是希望透過工程 交通監理還有執法 來達到降低這個人行道 或是斑馬線上死亡的這個案例 那第二個我承諾 未來如果我當選總統 我會讓中央的部會 跟地方建立一個合作的機制 因為要解決這個行人的問題 我當過地方的首長 我很知道 地方的責任也有 中央的責任也有 必然是要改變以往的方式 大家要共同合作 來解決這些問題 才有辦法達到效果 第三個 我呼應主辦單位的要求 在2030年 行人死亡能夠降低一半 2040年 能夠達到零死亡這樣的目標 有些人說 這看我可憐 這看我可憐 坦白講我跟各位報告 有些人會看到困難 但我看到希望 大家想一想喔 我們這個國家要持續進步的 我再強調 我們這個國家也會持續進步 進步在哪裡 進步在社會的文明 社會的文明 我們如果交通 事故頻傳 讓國際社會認為台灣交通的問題這麼大 我們應該要痛下決心啊 來達到這個目標 當我們達到這個目標的時候 台灣是不是更勝一擊 更贏得人家的尊敬 也是我們國人之福 大家說是吧 大家說是不是 另外 另外 我希望呼應洪德仁醫師的要求 這個也是我之前就講過了 我們都是醫師 我今天得到民眾的支持 有辦法擔任總統的話 我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有別以往的總統 我希望跟大家共同合作 打造一個健康的台灣 大家說好不好 大家說好不好 我的確是看到一個數據 就是我們平均移民 越來越高 就是81歲 可是我們不健康連數 是8點多年 關鍵話說 台灣的民眾 平均壽命 就是說他的壽命 有平均百分之十的時間 是不健康的 他可能臥病在床 可能坐輪椅 可能需要生活上的照顧 我們應該今天共同 許下一個願望 我們讓國人 活得更久 他的健康就多久 大家說好不好 要達到這個目標 我們要做的事情很多啊 第一個事情 我們要確立一個國家級的原則 就是說我們提出來的建設 推動出來的政策 絕對不能夠違反健康原則 第二個 我們一定要改善 為了要提高醫療品質 我們一定要改善 我們醫療的工作環境 大家說是不是 我要跟洪醫師報告的是 我們不必刻意去說要多少 因為這經費是國人的 當我們要跟國人拿經費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讓他知道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可是當我們國人知道說 我們要打造健康台灣 要提升醫療服務品質 要讓國人活得更久 也健康更久 我們需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所以要跟民眾請求他們能支持 這才有可能 大家同意嗎 這就是民主 這就是民主 為了要達到健康台灣的目標 那就是除了我們本身醫師以外 包括護理 包括各個領域的醫療人員 甚至營養師、心理師等等 都需要 就在我們醫界裡面 醫療裡面 剛剛也有提到 剛剛也有提到 就包括孕婦、胎兒 我們的infant mortality rate 其實我們還有機會提升、加強 另外青少年的這個問題 有屬於什麼樣的疾病 我們應該要去弄 其實是中壯年或是老年 他的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 其實台灣還有很多努力的空間 這個通通都是要教育的 據我了解大概有控制好五、六成左右 還有很多要努力的 另外特別是癌症的治療 癌症的治療 我在二十年前 我在立法院就提出一個癌症防治法 就是因為我意識到癌症是從民國七十幾年開始 就一直都是台灣的十大使命 所以我提出一個癌症防治法 當然這個是跟各大癌症治療醫院 開公聽會討論的這個結果 簡單的講就是希望政府寬列預算 然後從預防、檢查到治療 然後長照治療、照顧等等 我剛剛要報告 現在我們進行癌症管控的篩檢 大概有五個癌症 就是口腔癌、大腸癌、乳癌、子宮頸癌還有肺癌 在2021年、2022的數字我還沒看到 我們總共篩檢了四百多萬人次 我們篩檢了四百多萬人次 那也篩出了大概六、七萬個早期的病人 也有一萬多個大概比較後期的 我們現在要精進 我們要精進 在健康台灣的目標之下我們要精進 特別是精準醫療已經出現了 再生醫療出現、智慧醫療出現 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我也一直主張 像這些先進的藥物 應該要提早使用 應該要提早使用 因為沒有事情 我們如果經費不足 當然我們要照過去的標準療法 但是我們如果經濟已經發展到相當的程度 其實對自己比較好一點也應該的吧 大家說對不對 這些通通都需要兼費 當我們清楚跟國人報告的時候 我相信國人會支持我們 這比我們跟國人要一張空白支票 要多少又多少更有實質的意義 大家說對不對 當我們國家的主人可以活得更久 健康又更久的時候 這是不是另外一種文明 是不是 這是一種文明啊 這是一種文明 所以我是說 我對我們的國家越來越有信心 我們國家一定會越來越好 還是回到這個鄭國兄剛剛講的正確的路非常重要 在整個過程當中 整個健康台灣的過程當中 健康促進也是另外一個重要的項目 包括體育包括各方面 當然家醫師為主的這個制度也非常必要 所以我也回應鄭國兄剛剛的指教 最後我是希望我們大家不必因為集權主義的威脅 我們壓力加大就改變我們的方向 基本上我們每一次總統大選都在做國家方向的選擇 我們很感謝國人每一次都做出正確的選擇 我們才有辦法持續不斷的前進走到今天這個地步 所以我再次希望 也肯請我們醫界 我們固然守護國人的健康 但是必要的時候 我們應該站在第一線守護台灣 大家說好不好 好不好 讓民主得以延續 讓文明可以繼續發展 讓台灣在國際的路上 繼續贏得世界的肯定 也讓台灣在國際上 扮演一份積極正面良善的力量 大家說好不好 大家說好不好 好 所以我除了要拜託大家 對我的支持以外 也感謝大家對我的支持以外 那這一次我身為民主建物黨黨主席 我知道 這一次的選舉對國家是何等的重要 我也深知民進黨制不足 光靠民進黨一個政黨 沒有辦法完成這樣的目標 所以我在立委提名的時候 我提出了民主大聯盟這樣的目標 也就是跨黨派 除了民進黨提名優秀的候選人 我們也跟五黨籍 也跟其他的政黨合作 另外也跨世代 國家需要一代又一代推陳出新 台灣話有一句話 那個傷錢不怕讓我們mo 肚子 amb醉 子 救 光 帶 帶 都就是說 這是台灣精神 大家說對不對 我們固然守護國人的健康 但是必要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站在第一線 守護台灣 大家說好不好 好不好 讓民主得以延續 讓文民可以繼續發展 讓台灣在國際的路上 繼續贏得世界的肯定 也讓台灣在國際上 扮演一份積極正面良善的力量 大家說好不好 好 大家說好不好 好 所以我除了要拜託大家 對我的支持以外 也感謝大家對我的支持以外 那這一次我身為民主建物黨黨主席 我知道這次的選舉 對國家是何等的重要 我也深知民進黨之不足 光靠民進黨一個政黨 沒有辦法完成這樣的目標 所以我在立委提名的時候 我提出了民主大聯盟這樣的目標 也就是跨黨派 除了民進黨提名優秀的候選人 我們也跟五黨籍 也跟其他的政黨合作 另外也跨世代 國家需要一代又一代推陳促進 台灣話有一句話 寒錢不怕負責寒 支給基於負責代代負責 這是台灣精神 大家說對不對 所以我們也找了很多沒有背景 但是充滿理想性 對土地有深厚感情的年輕候選人 另外也跨領域 不是只有法律界 法界也不是只有醫界 各行各業的人 我們都網絡 所以我也希望我們醫界的各位好朋友 我們各位兄弟姊妹 也能夠除了支持我 也能夠支持我推出來的民主大聯盟的各位候選人 大家說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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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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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說 遊步 謝謝